我老婆要回來了 嗨 恭喜你回來了 幫本宮上茶 上個大頭 我要吃糯米糰子 糯米糰子喔 今天我們來介紹我們的系統櫃 我們這次用的系統櫃啊 我們會把資訊放在底下 到時候如果看完這集 如果對系統櫃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底下資訊欄找喔 系統櫃是什麼 然後這邊我稍微講一下 其實系統櫃啊它的費用 是比較低的怎麼說呢 其實因為木作最主要來講 現在工錢很貴 它到現場私作啊其實工錢就佔了很大部分 那除了工錢之外還有一點 比較大的問題就是說 通常木作完還有油漆 那油漆其實佔整個櫃子啊 或是你整個家裡的裝潢 如果你真的要做得好是很大一筆費用 那系統櫃它來的板材 基本上都已經set到好 它已經有自己自己 已經自己上妝了 對那可是它也有它的缺點跟優點 就先開始介紹我們做了什麼給大家看好了 通常大家對於它概念啊 就是可能比較不耐用 可是現在其實技術有越來越好 因為我們也不敢保證啊 我們這次用系統版會多好 因為我們畢竟要用個五年十年 我們才有辦法講 因為之前我們家不是用系統版 我們家之前是木就是木作 對然後可是系統版它的私作就是比較簡單 比較方便 然後迅速 就是我們從做到結束啊 我們整間大概只花了一個禮拜 之後也不用油漆 不過這一點有要注意的就是說 如果傳統木作啊 就是木作完才做油漆 可是如果你家裡是系統櫃啦 就是油漆完再做系統櫃 這樣了解吧 好了解 好知道了 這樣解說會不會太清楚了 其實應該說這次裝潢的順序 第一個當然就是拆除 拆除完就是做頭醉 做頭醉 頭醉完就水電 水電完就油漆 油漆完再就是系統櫃了 所以呢我們這次呢 就讓大家看看我們系統櫃做了什麼 怎麼做 給大家參考 那也沒有什麼一定對或一定不對 因為我們也不是非常的清楚 給大家參考 好啦這次我們因為預算關係啊 對就本能設計師在這裡 設計師就是他 然後使用系統櫃 因為系統櫃的價格 是一般木偷應該差不多三個左右 對 也差不多 建議大家如果說你想要跟我們一樣 自己設計的話 你可以看設計師的圖片 可是你盡量找同一個設計師設計出來的東西 這樣你的風格才不會差太多 就是你要轉籃當設計師 就是你不可能說 我喜歡這間的客廳 我喜歡這間的廚房 然後你合在一起 你相信我覺得很怪 所以你最好是都參考同一個設計師的作品 這是給大家的第一個小建議 好我們家一進來這個地方啊 這是玄關櫃啊 這是玄關 那這個玄關底下 我們有做那個 我們的小巧思喔 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 這個櫃子呢 我們已經有規劃了以後 老爸放滑板的地方 對 放雨傘的地方 那下面這邊呢 就是倒地機器人的家了 對 都已經先幫他們留好位子了 那當然呢 玄關一定會有收納鞋櫃的部分 是 那小朋友呢 他們也都因為他們有溜直排輪的習慣 所以我們留了一個比較大的櫃子 剛好可以放兩雙直排輪的包包 那其他就是鞋櫃跟收納了 這兩個櫃子的中間還有面鏡子啦 我們還沒有 那這個櫃子因為它比較上面 所以呢 它 它是可以彈壓的 它就是不是開的 那開的下面就是都是開的 對 對那還有一些小的收納格 對 如果你要放一些鞋油啊 鞋靶什麼的 就是都可以放在比較小的櫃子 然後上面這一區也都是放鞋子的地方 對 那像現在呢 所有的系統板就是 它該訂的洞都已經訂在旁邊了 所以一格子想要多大就可以調整到多大 對 都可以隨時再調整 對 我們這邊都是鞋櫃 這邊有個洞 因為我們會覺得整面啊 系統櫃的壓迫比較重 所以我們在這邊開個洞 對 然後我們跳了兩個顏色 其實系統櫃 你選擇的顏色沒有非常多 沒有非常多 好我走進來 因為剛剛那邊太暗了 系統櫃的顏色其實沒有非常多 大概就十五種 那我們就是自己去配 那建議大家在配顏色的時候 真的要看到大塊的板子再配 不要這樣小小塊的配 這樣比較不容易走 然後我們的玄關走進來 這邊是以後 這邊是我們 這邊是我們廚房在這裡 廚房還沒有做 下禮拜才會來做 這邊是整名桌 跟一個我們一個置物的地方 對 然後大家有沒有發現這邊 有兩個可以抽 這是幹嘛的 這個是以後我們要放烤箱的地方 我們已經量了最大尺寸的烤箱 對 都把它規劃好位置了 那要拉出來了 可能烤箱啊 微鍋爐啊 電鍋啊 就是都已經放鍋 都已經幫他們安排好 對沒錯 這樣以後你就不會都擺在 因為我們家現在是擺在同一層 看起來非常的凌亂 那這樣以後他們就有自己的家 那以後大龍電鍋再蒸了之後 你也可以把它拉出來 系統櫃就不會容易壞掉 對沒錯 所以這個廚房之後我們再來分享 還有一個小部分我要分享 大家應該有注意到 現在在試做的是超耐磨 我們這次用的是德國的egg 是不是德國的egg啊 對 是德國的egg 然後這個是他們的經典顏色啦 叫做白天漢宮 白天漢宮 我覺得有點要提醒大家 是說 因為一般系統櫃的習慣啊 它是在地板之前 櫃體的下面啊 理論上要收邊 那當然啊 系統櫃的廠商是希望一次就做好 就順便把邊收起來 超耐磨木地板啊 跟系統櫃啊 必須保持0.8到1公分的間隙 所以理論上 系統櫃要二次施工 就是它做好之後 地板再施工 那把它的地板呢 這樣子插進去櫃體裡面 系統櫃最後再來一次 把它收邊放在木地板上面 這樣子才是比較正確的施工方式 因為我們問了很多人啊 後來很多專業的木工什麼 也是比較推薦我們這樣收邊 因為這樣的收邊好處就是比較漂亮 不會到時候 木地板在靠著系統櫃的時候 又要留0.8公分 那現在我們就把這個間隙 藏在櫃體底 這樣子會比較漂亮 這邊因為沒有踢腳 是整座櫃子 這邊就有0.8公分的縫 到時候這邊就要狗撕利孔 那盡量能夠伸在櫃體底下呢 就盡量伸進去 這樣子會比較美觀 接下來就是我的工作室啦 木田超內摩也是施工到這裡 還在努力中 這裡就是它以後會有一個小小的拍片小天地 對拍片小天地 然後這邊是冰箱 放冰箱的地方 然後這個櫃子呢 是老爸專屬的 這個櫃子是以後它放一些 那個圓形燈啊 什麼 對比較長啊 腳架啊 麥克風 大概都會放在這個區域 我們都 因為現在我們是沒有 我們現在是 我們家現在是沒有這些東西的收納空間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直接把這些東西的收納都歸納進去 對然後這邊就是我的桌面 可是我還是有點後悔啦 我覺得我的桌面有點太窄了 你有沒有覺得 可是你在推出來這邊就沒有問題 就是比如說桌刀這邊啊 有沒有 我是覺得還好 因為你再出來的話 這邊的空間就只剩這樣 對啊 就連一隻手都打不開了 好吧 對 它就是每天你想利用我的空間 我想要大一點它就叫我小一點 不是 因為我是覺得這裡還是要大一點 看起來才比較不會有壓迫 開 你要尊重設計師同嗎 請尊重我的專業 謝謝喔 好看一下我們展示櫃的燈 展示櫃的燈 好 歐飛在原來看 欸很美喔 看一下看一下 哇 燒不燒光你看老爸 然後這次我們所有的開關 都是用智能開關 這我之後會再做一集有關水電的跟各位分享 對沒錯 然後再來這個就是我的工作室 反正就是一些裝飾品 一些不規則的形狀 然後我就抽地 以後我應該有很大量的片子 會從這個鏡位拍過去 然後我的人應該會在這裡 其實我後面是一個洋台 就是放洗衣機什麼的 所以這邊之後啊 可能我們還是會做窗簾 去吸收一點生意 應該說我們走到進來之後 就是三間房間 主臥室 提安娜的房間跟幼兒的房間 那中間這間是廁所 那我們先來看提安娜 他目前啊 他房間的地板已經鋪好了 對 然後他的床板呢 用舊家搬來的 然後在這邊還沒有搬進來 他的房間就是長這樣的 我們來看一下 提安娜的床就是在這個位子 那他的床板我們是有做跳色 跟牆壁的顏色是一樣的 對沒錯 那因為他已經慢慢長大 所以我們有好好跟大家溝通說 粉紅色的部分要少一點 那提安娜本身也沒有非常喜歡粉紅色 那像這個顏色他都是 經過他們審核有簽名畫啊 蓋章 覺得這個可以才選的這些顏色 沒錯 然後提安娜喜歡買一些水晶球 所以這個櫃子啊 就是要讓他用水晶球 開燈 開燈 水晶球 然後底下就是他還有 他有一些小小的床頭櫃 對 床頭櫃 然後這邊來講就是 這個就是床頭櫃 這邊就是他的書桌 的衣櫃 對 他的衣櫃是窗開的 哇他的衣櫃看起來不錯耶 蠻大的耶 然後打開來看一下有什麼 沒有當然是空的 什麼都沒有嗎 啊什麼都沒有 衣櫃目前就是這樣 然後上面是 以後可以收一些 中間的衣服啊 或者他自己的床 那個棉被什麼的 對 那有幫他留了一個書櫃在這邊 大概先幫他留了這盤 然後一個大格的抽屜 哇 還有小抽屜 還有小抽屜 這個就是Tienna的房間 對 應該是還會住個十年 然後就要嫁人 爸我想 這太早了吧 太早 接下來我們來換Yoyo的房間 那這就是Yoyo的房間 Yoyo的房間 就一樣是紫色牆壁 那他的床板是老爸現在站的這個位置 沒錯啊 他的床板會在這裡 那他的床板一樣 就是漂亮跟牆壁一樣的顏色 然後這邊有個洞洞板 以後讓他放他想放的東西 示範一下洞洞板有沒有 有幫Yoyo進了一塊洞洞板 他想要很多可以陳列的空間 所以有讓他做一個 那這個洞洞板是我們從超寶買的 你可以自己隨心所慾 鎖上你要的位置 再放上洞洞板 那你就可以有陳列的空間 哇其實蠻方便的耶 這個東西其實還不錯 這樣子啦 那以後他就可以隨心所慾 控制他想要的位置 對 然後又有個房間啊 房間門口在這邊 進來他有一個衣櫃 因為隔絕的關係啊 所以他的房間是用拖拉的 對 他的門是不是用開的 是有幫他設計成推拉門 對然後這邊是他的衣櫃 那因為男生衣服會比較少 所以另外一邊就是讓他 有幫他做了一個收納的 收納放一些他想要放的東西 對沒錯 大概目前就是這個樣子啦 接下來我們就去看主臥室啦 對主臥室 主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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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這邊 好這裡就是主臥室 主臥室最大的地方就是他的衣櫃 因為基本上我跟老爸 應該說我們一家四口都是屬於很討厭的衣櫃的 真的沒錯 像我衣櫃自己永遠是全家最整齊 他的衣櫃會土石流風湯 這一次我們在用系統櫃的時候 因為沒有溝通好 可是他會幫我們修正 我也提醒大家 像你用深色的部分 就是深色的板材的時候 木板的時候 你的旁邊這個鋁框要送去烤漆 因為這樣子配色來講是有點怪的 當然沒有到非常奇怪啦 可是我們後來又要求他幫我們把這幾個再送回去烤漆 對 所以他們之後又把它拆掉再送去烤漆 對當然是深色系一定會比這個銀色乳光好看 對啊 所以這是驚艷 這是驚艷 好那衣櫃老化基本上就是老化一格 對 這格是我的 我們兩個是一模一樣大的 那一個給誰 這一模的話就是我把它做成收納了 你把它做成收納 對 把它做成收納 其實我都不知道裡面是什麼 就是我把它做成收納 因為還是有一些東西得收 對啊 所以主要都是一些收納的空間 對收納的空間 這次我們裝潢真的是 是因為我們自己的需求去收納 對 然後再來就是新年太陽的梳妝台 嗯 因為我的化工品 其實意向就沒有很多 所以我就是 就跟他說我要兩個抽屜 那我要高一點 因為畢竟還是有一些瓶瓶罐罐會高一點 所以我跟他說 我要有深一點的桌子 跟淺一點的桌子都要用 對 然後這邊之後會有塊玻璃啦 跟吊燈 對 那吊燈啊因為也是沒有空 開口的位置不對 所以還會再修正 對 那玻璃的話 我們當作有設計一個斜的 斜的玻璃 這算一個小巧思啦 小巧思 沒錯 大概就是這樣子囉 好 這是我們的床頭板 也是一個非常簡單的設計啦 因為其實我們不喜歡太複雜了 我們這次啊 床旁邊就是陽台了 這次非常棒的 就是可以走出去 好那今天就是一個很簡單的系統櫃的分享 其實現在很多的趨勢啊 就連飯店也都用系統櫃 其實它有它很大的優點啊 當然相對一定還有一些缺點存在 那我們用一段時間再跟各位分享 啊我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沒有分享 然後這地方我也稍微 來跟各位分享一個系統櫃的一個小缺點 那這一點就是在系統櫃來講 是稍微比較難克服的 如果是傳統木座 比較好克服 這就是我們客廳的系統櫃 這個就是一個置物的平面 它就是平台啊 對然後這邊也會是我們的電視 那這個櫃子啊其實是很淺的啊 因為後面是用樑 所以我們要稍微休息一下 讓它看起來好像比較大一點 會放在這邊的機器其實不多 就是可能路由器啊 然後或者Switch啊 所以我們有幫它規劃一些空間 那其他也就是當作手拿就會 好那我再講一個系統櫃 比較會遇到的問題 像這一塊板子 它的長度大概是300公分 一般的板子還都是240公分 就連木板一樣 那系統櫃當然它也有它的上限 那所以啊你在用系統板的時候 它就會兩邊接在一起 如果是傳統做法 然後用油漆啊 不會有這種接縫的問題 我們這一塊太長了 所以就一定會產生這個接縫的問題了 好啦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分享 我真的是希望分享一些 對你有用的資訊啊 而不是很不誇意的說 這個系統貴多好多好 當然它是你在裝潢的選擇之一 我們這次跟我們找的廠商 其實溝通的時間太短 它也忙為忙 所以有一些細節是我們一開始沒有注意到的 不過我覺得如果你花更多的時間 跟廠商做溝通 我覺得相信可以溝通的更好 今天影片結束啦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分享、按讚 那關於裝潢的部分呢 還有下一集會跟你們分享 也記得收看 我們每個禮拜一的下午 5點跟5點半都會發影片喔 5點半是Yoyo 然後不要忘記 下面有老爸的Instagram 他記得訂閱Yoyo的頻道喔 他不在我當他分身 然後還有Face 我們在幹嘛去哪裡玩 其實第一首消息都會在我的臉書 大家也不要忘記訂閱 我們明天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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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